直覺失調症的那種當事人來到現場 比如說他可能在治療室跟我講講講 他突然就會說 好 好 好我聽到了 收到 啊我們講說收到什麼收到什麼 可是他說 那邊有命令 要我馬上去 哈囉大家好我是佳景 今天呢來跟大家談一談啊 就是前陣子有一部影集很有名 叫做我們與二的距離 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 為什麼談這個呢 其實以我在門診的經驗 我發現有很多當事者 可能家屬陪同來就醫的時候 會對於可能自己現在的一些精神疾病 會有個擔憂 這來自於大家會覺得說 欸有了這個疾病是不是我 接下來我會怎麼樣 現場有兩位來賓 邀請他們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就他們的專業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可能可以突破大家想要知道一些迷思 那現在先請林律師跟大家打個招呼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律老師 大家好我是更新療癒診所的專任醫師 我是陳柏皓醫師 現在大家都會很困惑 甚至是我看到網軍有時候都會 下一些留言說 反正我只要有精神病我就可以殺人了 現在殺警察殺什麼的 反正只要有精神科醫師說 我有精神病我就無罪 這個真的是這樣嗎 因為我想在無罪跟減刑 其實這中間的差異應該非常大 有關於在刑法第19條的第一項第二項 他有規定有關於減刑的開文無罪的規定 但是這一條並不是說針對 只要有精神疾病他就可以減刑 其實不是的 在法律的規定 他的重點是在於辨識力跟控制力 什麼是辨識力 我知不知道自己做的行為是違法的這個能力 另外一個叫做控制力 我有沒有辦法控制我不要去做這件事的能力 那只是說我們比較常見的情況會發生在 因為有精神疾病 所以他欠缺了辨識力跟控制力的情況 並不是說你只要有精神疾病 就可以減刑或者是免刑 他判斷的時間點 其實也應該會是在你事發的當時 是不是具備辨識力跟控制力 所以即便你曾經有就診紀錄 可是你如果犯罪的時候是清醒的 那其實還是不會獲得減刑跟免刑的 就律師所講的 這個視覺失調症 他背後更重要的是 他當下是否有辨識力跟控制力 這些東西就邀請陳醫師來回答一下說 有沒有遇過一些案例是 可能在你們的專業角度來說 你們會怎麼去判斷這一件事 因為我想當時你們也不會在場 你們有什麼樣的專業角度去檢視說 這個可能是你們推論的結果 在司法精神醫學這一塊的時候 我們有做一個叫做精神鑑定 這個是由當事者 然後他在法院的時候 法官或者是檢察官判定說 他有沒有需要做精神鑑定 精神鑑定他會在指定 可以做精神鑑定的醫院 行文給醫院 然後讓我們去做精神鑑定的部分 精神鑑定的部分 我們現在會用一個比較常用的手法 叫做三明治 三明治 三明治 對 那所謂的三明治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當下人不在現場 所以我們其實不知道 他當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的 就是人從他過去的就診病史 他會到我們手上的時候 都已經是案發後了 那案發後現在判定他的精神狀況 想辦法把那個時間點是拉到最接近 案發當時他的精神狀況 去做一個判定 他過去有精神病史 所以他就可以減刑嗎 其實不一定 他只是站著前半部 後半部包括現在他的精神狀況怎麼樣 我們也會把他列入考量 然後去綜合評估 因為所有的精神疾病 他會起伏 但是他會有一個連續性 所以他不可能說他有病史 然後現在他看起來完全沒事 然後我們就判定說 個案他就因此可以獲得減刑 我們在做精神鑑定的時候 也不完全只有說我們跟個案談 我們還會跟家屬 然後同時有心理師他會去做測驗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精神疾病 事實上會去影響到他的認知 那認知的話就可以做心理橫見 來去做一個比較客觀性的判斷 那一樣是社工師 社工師他會經過就是各個不同資源的收集 努力的去描繪出案案當時的 一個比較完整的樣貌 現在拿到鑑定好像不是一位精神科 好像有兩位嘛對不對 在司法的程序上 其實司法程序倒沒有說規定說 一定要幾位精神 沒有說一定要幾位 沒有規定 一般都是被告他會去申請精神鑑定 但是他如果說今天確實是有疑慮 被告也申請了鑑定 法官不送 然後就這樣判決了 這個一定會變成是上訴的理由 所以說一般法官還是都會送 然後就看他是指定了哪一間醫院 有些狀況可能鑑定一次不夠 或因為鑑定了之後會有一邊會不滿意 可能檢察官那邊不滿意 或被告這邊不滿意 有可能會再延伸 會有第二次鑑定的情況 尤其是在比較重大的案件 事實上以現實狀況來看 並不是大家所說的拿到那一張證明 好像檢刑就是一定能達成 我想他不會是因果關係 他可能只是一個相關性對吧 法官所採驗的一個證據 如果說你今天從來都沒有就醫紀錄 你可能連想說服法官去送鑑定都有困難 我想是 因為法官會覺得那你是每個人來 都是想要這樣子叫我去送 可是問題是說 你有就醫紀錄可能會讓法官出戶說 這可能是有疑慮的 那有疑慮我就要請求可能醫生這邊來 協助法官來判案 因為法官畢竟在醫學上他可能不會是專業的 他也要盯取其他的專業意見 這在法庭上都還蠻常見的 也不是只有說醫學的部分 像工程或其他部分 其實很多都是需要其他領域的專業來做一個鑑定 視覺失調症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疾病 就現在目前的精神醫學診斷準則來說的話 他其實要符合他很多的項目 大家比較熟知的就是有一些妄想 聽幻覺、視幻覺 或者是體感覺的異常 那另外包括了說他講話有可能邏輯 那些全部都跑掉 或者他行為上面是蓄亂的 另外還有最後一項是說 所謂的就是複性症狀 複性症狀就包括了他思考辭職 然後他的自我照顧能力變得非常非常的不好 或者是說他的整個動作 行為上面都變得非常的退縮 精神科醫師的角度來看 你有沒有遇過裝病的案例 你真的跟思覺失調症的人 人相處過你知道那個超難角度 真的 他其實裡面的 criteria 他為什麼會做出來 他其實是有科學數據的去判斷 你必須要符合哪裡想 而且我們也不會說 你謊稱你有幻聽 我們就判定你有幻聽 也沒有這麼簡單 精神科醫師沒這麼分 幻聽的時候其實我們還是會去觀察 那你有幻聽 那你有沒有相對應的動作跑出來 因為所謂幻聽是我們覺得是幻聽 對個案來說 但是他真的聽到的 譬如說好家景在我旁邊好了 我沒有看到他的人 可是他在跟我講話 我有聽到我會不會回他 如果他是幻聽的話 我沒有回他 那不是會很奇怪嗎 我們在門診間一些出診 他可能懷疑思覺失調症的那種 當事人來到現場 我們其實會很敏銳知道 他那當下其實 所有我們覺得思覺失調的所有部分 都是他真實感受到 比如說他可能在治療室跟我講講講 他突然就會說 好 好 好我聽到了 說到 我們想說說到什麼 什麼東西 怎麼發生什麼事 他說那邊有命令 要我馬上去 然後他就會就是開始跺腳這樣 這一切是這麼的真實 在我們現實感上 我們知道他出現幻覺 要偽裝拿到那個證據 到司法程序上 其實跟我們取進於理 不可能啊 對 精神醫學上面其實 任何的診斷 其實他都有 一定規定的時間長度 然後還有他的診斷準則 其實都不會是 只有單一項目 各個疾病 他其實是有耗發年齡這件事情 他也要符合他常見的耗發年齡 不然的話會被放大堅持 無可厚非的確會有一些 就是莫名其妙的那個年紀發病的個案 但是畢竟還是少數 所以我們還是會整合 看整體發生事情 然後我要去偽裝一個 失覺失調症的人好了 其實我覺得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容易 包括了說 你要到可能對你有利的所有的證詞 然後還有對你不利的 你盡量的去避免這件事情 其實光是失覺失調症 他就做不到 各案就做不到 對他可能當下 他如果是又失去他的控制力跟辨識 他可能會說 對我有犯罪 他可能會這樣 因為他現在搞不清楚 他可能當下他已經混亂了 連在法庭程序上 可能都沒有辦法那麼的 像我們一般人有條例有條序的 去說他有利的東西 我一直有一個信念 是我覺得人 都有可能殺人 但因為剛好社會被掀出來 都是失覺失調症 我想陳醫師這邊能不能補充一下 失覺失調症真的在臨床醫學上 真的是比較高比例犯下這樣的罪行嗎 其實就近年來 我們做了所有的統合分析 不管各國做出來的結論其實都差不多 失覺失調症的人 他們所犯下殺人的比例 其實跟一般人是一樣高的 這是很重要的觀念 那反而是沒有治療的 失覺失調症的人 他所產生出來的暴力性會比較高 或者是因為他不被社會接受 所以可能會去使用的一些毒品 或者是飲酒 這些東西 或者是說整個社會給予的支持不夠的時候 他真正發生殺人的幾率會變高 也因此罹患失覺失調症單一這個變相 並不會增加殺人的幾率 而反而是後面他牽扯了 因為失覺失調症 所以他獲得的資源變少 或者是他獲得的支持不夠 這件事情才是影響 就是在食物現場我自己的感覺 有疾病的並沒有比例說特別高 反而是說 就是他比較在社會邊緣的狀況的犯罪的情況 反而是比較多的 尤其是有關於毒品犯罪 大部分比較邊緣底層的人 然後他可能就是一直接觸 然後他的朋友也接觸 然後最後就是一整群都在接觸 當我們對這個東西不認識的時候 那一群比較辛苦在大腦上可能 現在是經歷一些比較思覺失調的狀態 他不被接納的時候 他會對他這個疾病其實也很憤怒 那他很憤怒的時候 其實他又無法控制 因為他沒有藥物治療 所以在旁人的眼光 因為他現在患有這樣的狀態 他的精神未必是有現實感的 他可能會恍惚什麼的 旁人一句言語的刺激 跟社會帶給他的污名化的這些傷害 就可能導致你剛剛說的暴力行為的上升 對嗎? 對 所以就剛剛陳醫師的分享 重點是 視覺失調症在有用藥控制之下 他的犯罪率跟一般人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污名化才會加深這樣的 不被接納的疾病 導致他沒有在藥物的協助 讓他邁向舒服的道路 而反而承受更多的壓迫跟不被理解 所以他的暴力行為上升 因為我覺得每個人應該都有幻想過吧 就幻想一個什麼完美的搶案啊 我沒有幻想過啊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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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你真的是小小心 警察把這個抓走 最後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左下方按下喜歡 訂閱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謝謝